阿戴尔一位中日郁郁寡欢的单亲母亲 亨利懂事聪明的男孩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过着拮据又平淡无味的生活 直到富兰克的到来 像往常一样 阿戴尔开着破旧的车 载着亨利进行每月一次的大购物 亨利在图书处挑选着感兴趣的漫画书 就在这一时 一位走路颠簸的男人走向了他 男人身上流着血 向亨利寻求帮助 善良的亨利没有拒绝 他带着男人找到母亲 阿戴尔健壮便知道此人危险 男人看阿戴尔不愿帮助 将自己的手搭在亨利的脖子上 为了保护亨利 阿戴尔只能被迫将男人带回家 男人坦白 自己是在接受治疗时 悄悄从医院逃出来的罪人弗兰克 为了不让阿戴尔背负窝藏逃犯的罪名 弗兰克将他绑起来 制造绑架事件 并说自己会在第二天火车经过时 跳上火车离开 然而那天火车并没有经过 弗兰克只能再留一晚 早上他做了美味的早餐 将亨利家松动的台阶重新切好 给阿戴尔破旧的车换了保险丝 检查了送来的柴火 接着他拖了地板 还给地板打了蜡 阿戴尔透过窗户向外看去 弗兰克正在耐心地 将亨利打棒球 他对这个男人有了好感 就在三个人聊天时 一阵敲门声让他们惊慌失措 是邻居来送桃子 机智的亨利打发走了 想要见母亲的邻居 桃子是熟透了的 为了避免浪费 弗兰克提议做桃子派 散发着男性魅力的弗兰克 讲解着做派的要领 三人在落日的余晖下 极乐融融 似幸福的一家人 阿戴尔不知不觉 对弗兰克产生了爱意 他的双手不知道为何开始发抖 就像控制不住 他对弗兰克的喜欢一样 饭后 二人依偎在楼梯上 弗兰克轻轻搂着阿戴尔 他们爱上了彼此 为了能够一直在一起 阿戴尔和弗兰克 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带着亨利逃到加拿大 亨利在图书馆寻找地图时 再次遇到了那个心仪的女孩 女孩告诉亨利 当母亲有了心欢 就不会再关心自己的孩子了 他建议亨利 尽早赶走弗兰克 听了这些话 亨利回家后 向母亲诉说 自己不愿离开 但在阿戴尔的劝说下 亨利同意一起离开 于是三人开始收拾行李 离开前 亨利向生父道别 在回家的路上 他六神无主 看起来十分迷茫忧虑 于是路边的警察 便要求送他回家 看到有警察到来的阿戴尔 更是无比慌张 这让警察对之家人 产生了怀疑 之后 阿戴尔带着亨利 去了银行取钱 他双手颤抖 呼吸急促 像急了做错事的孩子 由于取款金额太大 银行工作人员 需要反复确认 阿戴尔见此情形 内心便更加恐慌 留在家中的弗兰克 正在换灯泡 邻居伊福推门而入 他看到这个眼熟的男人 询问阿戴尔在哪里 弗兰克紧绷着神经说 自己只是砸工 家里的主人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 此时此刻 阿戴尔和弗兰克 都面临紧迫的局面 伊福没有指认弗兰克 然后离开了阿戴尔家 银行最终也将钱 拿给了阿戴尔 一切都像是虚惊一场 他们只想立刻离开这儿 就在亨利 执意要和房间告别时 外面传来了鸣笛声 警察已经包围了这里 同样 为了阿戴尔不受伤害 弗兰克再次将他绑了起来 说自己宁愿用20年 换来在一起这三天 也鼓励亨利 做一个优秀的人 说吧 他向警察投降了 25年后 弗兰克刑满释放 他写信给亨利 询问是否可以见阿戴尔一面 其实这些年 阿戴尔一直在等他 25年来 他写过无数封信 只是都被监狱拦截了 此后 这两个相爱的人 幸福地度过了余生 爱是奇妙的东西 它可能在你不经意间 缓缓而来 尽管有些人多年未见 但心中的爱 却不会磨灭 它是永恒的 是让人愿意用尽毕生 去守护的东西 也不得了 是否有些人多年未见 是否有些人多年未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